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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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 妹妹笑得好可爱呀 那你以后要疼妹妹 好不好呀 嗯 好的 我一定会保护好妹妹的 嗯 怎么回事 鸟喽 怎么了 我收宝宝的时候给她放了个吊坠 但是吊坠现在不见了 吊坠 说不定是别人顺座 这小衣服 但是人品性难说 这样 回到我让人找一找 我们先回去 怎么样了 我看着那个孩子面肾 他是谁啊 那个女孩生下来就有肺病 需要几十万的手术费治疗 那个妈妈没钱 又不肯走 整天都在医院里闹呢 你也是个可怜的 东海 不然 我们帮她把钱出了吧 李琦琳啊 整天来在医院 现在啊 终于跟走了 又是 我听说呀 可不得分线玉手的孩子 一听说孩子有病 那男人拔腿就拔了 一个女人不知道自爱 难怪生个孩子有病 你们猜猜 哎呦 你瞅我们这样 孩子有病 这不是事实吗 就是 有病还不让人说 布兰 刚刚江江的人说 可以帮你出了手术费 你女儿可以动手术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有人愿意帮我出手术费 骗你干什么 江夫人听说你不是 是 说钱她都出了 你可真是运气好啊 不是 我运气好 我女儿终于要救我 我女儿终于要救我 她们 这不是 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连自己的女儿都扔了 停下 快停下 我坐在旁边 停下来啊 快丢下 你这么强盗 这不是我的好丝 丢下 听管家说 你找我有事 是 夫人 我 不哭不哭 小姐 快看 这个胶脸好看吗 夫人 药剂师已经调好药了 小姐用药时间到了 嗯 好 一会儿看着点 别让我跟小柔呛吵吵 哦 对了 让医学博士下午上班 给小柔好好检查身体 她肺炎刚好 身体一定要好好调 是 我一会儿就去联系赵博士 哦 对了你说你有什么事找我 我女儿待在这里 有医学博士有药医师 还要庸人照看她 我要是把她带回去 我能给她什么时候啊 夫人 我听说 您需要给小姐找奶妈 我想应聘这份工作 你 你确定你可以吗 我才刚生完孩子 男生很足 而且 我愿意为小姐 放心出我的一切 那就试试吧 宝贝 妈妈来了 妈妈一定会有人收获你的 我 不是 你 我 你 这位家里的妈妈没见过 就为她自生自免 反正她也不是我的亲生 小柔 听说你妈妈的生日宴马上就要到了 嗯 还会来很多的记者 如果你在生日宴上能够大放光彩的话 那这江城第一名员的位置 我可想作文啊 那还用你说 我连那一天要穿什么衣服都准备好了 到时候啊当时所有人的面 我就把我全校第一的成绩单拿出来 我妈妈肯定很高兴 全校第一 我看不行吧 你不总考第二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沐宇 它的成绩 我总是比你高那么一点点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我永远考不过沐宇那个小妈老妈 事实上你本来就考不过他了 你给我滚 滚出去 小姐 你别生气了 你说那个沐宇是不是发现象的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那里啊 因为他就是我家那个非钱货 我和他是同乡 小姐你放心 我绝对会上了沐宇 看不掉 你能有办法 当然有的 你等着看吧 我绝对不让你失望 我生病了 马上回来照顾我 妈 你怎么生病了 你没有看医生啊 妈 你没病了 你拔不得我生病是不是 这两天你给我乖乖在家里头 家里真的没干净 明天学校有个全省免考 得了前三名就有奖学金 我必须得去 等我过两天回来再收收 我说这两天就这样 你赔钱我 眼里不吃着 你从来没有给我给我钱 我说我得了奖学金 再有学金我收 我说这两天就这样 你赔钱我 眼里不吃着 真好是工厂打工 给我赚钱 还把业消息 等我回来看的还很脏 看我怎么凑上 妈 你醒 你醒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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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要去学校了吗 去什么去 用人钱货 赶紧把家里收拾干净 小姐要是穿上 我给她吃点毛衣 会不会很开心呀 我得去照顾小姐了 小姐几个小时没见过 她会不会很想我 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整天只想着 姜家那个小姐 我才是你的亲女儿 妈 都已经八点了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她打电话也关起 快上去要考试 你说的 就做什么 都爱用手 回来 然后回来 起床 回来 下来 去下来 你的血流了这么多 这是我刚好扒了条草药 好疼 丫头 你忍一忍 这是马鞭草 是血最有效 不是 就是有点疼 认子 谢谢你 我小时候生命没人管 就是您救的 到现在你依旧还在帮我 您真是我的恩人 可别提什么恩人了 以前啊 你就是一个 一手臂肠的小娃娃 生病了也没人管 在家里一直哭 我要不管你啊 只怕 你都活不到现在 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回事 这么聪明 独生的女儿 她怎么有虐待你 这次摔倒 又是她干的吧 沈子 谢谢你 我帮我给学校 哎呀 我看生的挺严重的 要不 倒不上三 再抱一下 不行 这场考试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必须得去 我先走了 沈子 家长 慢点 英语听力部分 现在结束 请大家继续答题 英语听力都结束了 我原来没 我看她是来不了 没有她在 这样子以后 一定是全校第一 那铁定呢 小娃平常的分数 跟沈子差不了多少 这一次 大家的成绩 一定能照顾 安静 牧羽 为了我的第一名 你今天最好别来 抱抱 牧羽 你怎么迟到这么久 对不起 七晚 行 快进来 该死了 她竟然来了 不过没关系 她没听英语听力 这几十份她拿不到 我肯定会是 小柔啊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你说要拿个全校第一 给妈妈当生日礼物的 妈妈可等着呢 妈 爸 你们就去榜上看吧 我的第一啊 肯定是榜上钉钉的 小柔 怎么这么不懂得前去 这榜还没看呢 就这么肯定吗 我的女儿 当然是最有自信了 小柔说她是第一 她肯定是第一 听说江家大小姐成绩优秀 我们真是有荣幸 可以寄入这一幕 走吧 走 走 这个木鱼是谁 这个木鱼是谁 这个木鱼就是个香巴佬 她肯定是作弊的 不是吧 木鱼高中考试 次都是第一 不可能次次作弊吧 怎么不可能回回作弊 她和老师关系那么好 说不定每次都去办公室投提 木鱼要是投提 她英语听力怎么会是零分 而且要不是木鱼这次考试迟到 她分会更高 说不定她就是故意的呢 狗叫什么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撕烂你们的嘴 小柔 你平时在学校就这么霸道啊 不是的妈妈 我就是太生气了 我真觉得 我才应该是那个第一名 没关系 你考任何名次啊 妈妈都高兴 不是第一也不要紧 只是即使咱们没有考第一 也不能诬陷别人去作弊吧 咱们输也要输得起 木鱼来了 太好了 能拿到奖学金了 这一次你又是全校第一 你其实都不用来的 你每次都是第一 我 我就是来看一看 你就是木鱼吧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生病了 这个玉坠怎么会在她这儿 难道 管家 让佳萍医生过来 我要带着孩子回去治疗 妈 这木鱼有妈妈 你们没必要 让她带回咱们家去照顾吧 木鱼的妈妈根本不负责任 家长会从来都没有出情况 何止如此 木鱼妈妈经常打慢木鱼 你身上全是伤 木鱼的收获费和学费 都是自己赚的 说不定啊 她就没妈 这孩子也太可怜了 我要带她回去治疗 妈 店里家可怜的人那么多 难道你个个都要管吗 小柔 你这孩子心怎么这么硬啊 我就是觉得她就是一个小毛病嘛 妈 您说的对 木鱼 她是我的同学 我也应该要帮助她的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小皓啊 被你上车 快点 小姐 你回来了 你看看我呀 这次 保证的全校第一名吧 你还好意思说呢 奶奶 你不是答应我自己终于讨训吗 现在呢 那个小妈老不仅跑了全校第一 还跑到我家里呢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气死外面 什么 你不许在这里 是我 我 我是姜子柔的妈妈 看成绩榜单的时候啊 咱们见过 你不记得了 我当时头好晕 我晕倒了吗 是阿姨您把我带回来照顾的吧 谢谢你 其实我带你回来啊 也有一个私心 你脖子上的玉坠 是从哪来的 这个玉坠我从小就带在身上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来的 那你可知道 我生下小柔的时候 把这块玉坠放在她身上 我 我不知道 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木兰 什么 夫人 对不起夫人 我不是故意摇头这块玉的 我为什么要盼盼啊 我一生下风 那爸爸就把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生下来 我是拿这块玉给孟宇看心的 那这块玉为什么还在这里 后来是你帮忙的 除了腰分 这几年我就一直想把这个玉还给你 可是你走 我是想换给你的呀 现在就要 夫人 既然这块玉址 现在就换给你 不是别人太 不怕别人就对 你以为我女儿还会笑吗 哎呀夫人 妈 夫人会不会怪我吗 啊 妈 家伙老师不是妈 你们家伙老师 没有啊 没有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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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打骂你的女儿 我是看她 想占牛小姐的玉存 我爸不能生气 我就想听你叫声叫声 梦子当年只是一个小婴儿 他都不 他家咋不见你了 是你过的小婴儿的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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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有很多伤疤 我只是一时心急才欠了墨驴 怎么算是越在了 我从家对小姐有多好 你可看清清楚楚 奶妈确实一直都对小婴很好 难道是我错怪她了 既然你留在江家照顾小婴 忽略了自己的孩子 那么 不如把墨驴留下来 你同时照顾他们两个人 不然 不然 这样不好 不许对江江来说 这身外人 她怎么可能留在这里 没关系 希望你以后 可以对你的女儿好意 是是是 我一定听夫人的话 Ran 烧癦 你幽想抢猛我女儿的富贵 这是你给你女儿的 我不敢要 这个玉坠啊 你带了十八年 也算是跟你有缘分 今天呢 我就把它送给你 你就安心带着吧 谢谢夫人 您真是个好人 不如他 其实 我接你过来住呢 也是有事相求 夫人 你有什么风筝能进马书 不然我能办到 我一定进去那句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如啊 其实呢 我是想让你当小龙的家教 虽然你们的名字只差一名 可是啊 你们的分数却相差一百分呢 我想啊 小龙还有很多 需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我当然约你当家教 谢谢夫人 谢谢您 我给你一份工作 难道这丫头看出 我是想给她一份工资 她还真是冰雪聪明啊 不如啊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宴 我想邀请你参加 感谢大家参加我夫人的生日宴 妈 没事蛋光了 好 来 来 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祝夫人生日快乐 谢谢 妈妈 生日快乐 夫人 生日快乐 好 好 你们呀 都是好孩子 祝夫人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就是公子 这可是我的高奢礼服 价值百万 你一个连学杂费都交不起的伤疤了 竟敢偷穿 我没有偷穿 是夫人看到我没有衣服出席 是人间所以才把你的衣服借给我穿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讨好我妈 但我可不是我妈 我最恶心的 就是你这副装可怜的嘴脸 竟敢偷 我告诉你啊 萨妈拉 你最好早点滚出这 要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姚文不语 你们在干什么呢 妈 我刚刚跟穆女请教物理提娜 是这样吗 我好像 看着你们加拉拉扯扯 夫人是姜子柔的妈妈 她肯定不会为我出头 我又何必说出真实情况呢 是这样的 夫人 我们刚刚 在讨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所以才拉着手 你们在讨论学习啊 我可真是高兴 对了 小蓉 你还不知道吧 我呢 决定聘用故语啊 当你的家人教师 以后呢 她就住在咱们这里 你们学习的机会啊 还有很多呢 她 她 配吗 呦 这江大小姐脸色 随着我们家的 哥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你知不知道那个沐浴 马上就住就我们家了 那人家住起来 不是也是为了给你付到很空吗 这多好啊 而且我跟妈妈说 我家进去 妈妈也是好心嘛 得了吧 我看妈妈就是被她迷惑了 哥 要不然 你帮我赶走沐浴吧 你为难人家干嘛呀 哥 你怎么跟妈妈一样偏谈她 不然是不是你妹妹了 是是是是 小蓉 你别挣钱了 我忙你就是了 谁让你说我亲妹妹呢 沐浴 这段时间谢谢你帮我讲题 我的成绩提高了好几十分呢 讲这么久累了吧 这杯水给你喝 我也谢谢你愿意接纳我 可以让我多赚取一份公司 什么接纳不接纳的呀 你人这么好 我早都该跟你成为朋友了 对了 我这儿有个袋子要拿给我哥 我有点困了 你要帮我拿过去吧 嗯 好 嗯 有点 怎么回事 我刚刚不是玩了一艘东西的吗 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 至于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相信你 木银 你为什么躺在小话的床上 夫人 不是你看到那这样 是我夫人把他 妈 木银一静了 姐就开始脱衣服 简直是不检点 你也太不自爱了 你真的这样做了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半夜来小号房间 这江总让我江总好送东西 所以我才过来的 木银 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呢 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哥送过东西啊 再说了 我平常晚上都不来找我哥的 毕竟男女有别呢 连秦兄妹都如此注意 你一个外人住在我江家 行事也太随意了吧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 真的是江总让我过来的 我有证据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些江总让我送你江总好东西 那我送你我哥什么东西啊 来打开 这丢着牙 这袋子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木银 我可是我哥的亲妹妹 我怎么可能送这种东西给我哥啊 这也太恶心了吧 狗人 你这一探一下 你就是喜欢大手 你也不是这样去勾引他吗 不行 没有 女儿呀 事到如今 你还在撒谎 他们怎么给你做的 怎么人穷 品格不能穷 有不得敢 你为什么要一错再错呀 我真的没过 木银 这个是他们对我的陷害 我是真的冤枉的 我真是相信我 木银 你为什么这样抹黑我呢 小罗和小号是什么体系难道我不清楚 他们怎么可能会参与 木银 您真的了解你的 或许 他们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问题 木银 你的亲生母亲都只认你了 你怎么还不认错 你难道他这么无苦救药吗 我没有错 我辈子没有认 可信你 行了小周 别再跟他多说了 我看这个路里 是不见棺材不落内 让我们就把监控调出来 让我们帮他看看 他到底错没错 将今晚的监控拿上来 墓瑜 你看你还有什么坏条 这个视频的拍摄角度有问题 我搞来咱们好反正的合好位就淹倒了 你到现在静人还在叫你 我真是看了错你 你离开江家 江家请不起你这种满腹心筋的家教 你今晚就走 江浩让司机送他离开 哥 我看这沐浴腿脚灵活得很吧 就不用找司机送他了吧 这不太好了 爸爸的问题都吩咐了 而且这外面年车就要向你 但是爸爸的吩咐重要 那还有我亲人的心情 那我就听你的我送他 啊 沐浴 这段时间你给我当家教辛苦了 这些钱呢 就是你的家教费 你帮我买点药擦擦吧 毕竟啊 你的手现在 可是流了好多血 嗯 嗯 原来你说你也跟我都好朋友 这些都是假的 你骗我 不然呢 沐浴啊 你一个香巴佬 想跟我这样的首富千金当朋友 请你不照着镜子看自己 去配吗 妈 妈 妈 江本楼害了我是你 可为什么连你也要站在他那边 那才是你的亲女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哈哈 沐浴 怪你怪你 我一起等了小姐的地位 你这是活该 你烦了奶妈 这外面这么冷 就让沐浴自己一个人待着吧 走 你还是要回去 是 小姐 这次沐浴考试排名又在我前面 不得第一名会死是不是啊 你看 江子柔在动沐浴 也难怪江子柔记录 为什么这样又是高的 江子柔原地他这里呢 不然这次说的江子柔又哪了 这么厉害 江子柔是复活剑的队上的 沐浴 你不过就是一个勾引我哥哥的下贱货色 少在这儿装什么热爱学习的 嘿 我没有勾引江子柔 你说没有勾引就没有勾引 我这里也有一份证据 我这里也有一份证据 这是我被你陷害的那天晚上 我去医院做的洗胃单机 顺便清清楚楚的显示着 我那天喝了水被下的安眠掉 我记得那杯水 顺便给别人下热 什么水 其实你也配合让我给你转睡 那你为什么要撕我的报告 你在心虚水 没有心虚 没关系江子柔 我当时自把这些报告 我复印了很夺掌 这数据就真正 江子柔 我为什么撕报告 小柔不想看到沐宇骗人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错沐宇 我撕报告 就是为了让你不继续骗人 你少拿几个PS过的东西 在这威胁我 原来江子柔你这么无辜啊 那你就报警吧 让警察 把我这个污蔑你侵犯的图抓 小柔 咱们就报警 让警察为你指出公道 就是 沐宇不是在这里嚣张吗 等警察来了 把这里的一切真相都调查好 我看他还怎么撒谎 小柔 我再你报警 拿去牢里去污蔑你去吧 小柔 怎么了 江小姐你是不敢报警的 沐宇 你少嚣张 你有的是办法对 小柔 还没到放学时间 小姐 你怎么不来这么早 那叫问你的好女儿 奶妈 你女儿天天在学校跟我作对 你是不是不管 我怎么会不管呢 小姐 你放心 我抱战从明天开始 小姐 再也爱不着你 妈 妈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咱们小姐在这打工了 你本次讲我这个钱好 我现在就算放着场地为女工 大公 不要 妈 我要收集了 你 哈哈哈哈 大妹子 这就是你家那个状元女儿 瞧瞧还不错 有几分 你真的舍得让她在我这儿 无眠无休的打工三年 等一下 我既然收了你的钱 我怎么会骗你 这灾念有什么对活苦的 你尽管让她干 但有一点 可别让她跑了 好 这你可放心 我这个场子二十四小时有人干手 只要她进了我这个门 就算差一双翅膀 她也跑不了 妈 妈 你要让我在这里打工三年 还不让我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妈 你说不想要钱了吧 我这里有 我刚发了两学机 我这里有三千 我本来是向你晚点过来打工 乃哥都是你跟我逼的 妈 谁能拿学校里跟小学做盾 你说的是家子楼 妈 你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 你为了她 你连我的前途都不要了吗 前途 哈哈哈哈 你的前途就是在这里 没白没意 你给我打工 嗯 主管 这人我可交给你 你可让我看住 好 哈哈哈哈 算了 你们两次我跟谁啊 四丫头 你让给我 嗯 嗯 我买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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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啊 我趕快跑了 我趕快跑了 你也知道 我想夫人应该很讨厌我吧 既然如此 我还是等夫人离开后再去学校吧 夫人消息 夫人消息 夫人 夫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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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 夫人消息 那就快点安排呀 夫人你一层不知道 她是RH阴性血 也就是罕见的熊猫血 我们居然没有这种库存 也不知道病人 能不能去到公室里调回她 抽我的血吧 我就是RH阴性血 至于金属不能出血 您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不是她妈妈 行 那你跟我来吧 陆云 谢谢你救我一命 希望我的血 现在也能帮你度过难过 不好 背了身体健康 变得更加虚弱了 这是极其心属书鞋 发生的中毒现象 夫人您不说您不是她妈妈 陆云不是奶妈的女儿吗 医生 这是刚从石中心血 不送来的血 快给病人收拾 好 病人情况有所好转 所以说我和沐宇有血缘关系 怎么会这样呢 你个死丫头 你个死丫头 我让你去工厂 你竟敢到了医院了 你上医院就 夫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刚刚说让沐宇去工厂 难道你不让他上学了 我怎么会让孩子不上学呢 之前呀 都是一个木耳狗为少年 我怕他学坏 又吓唬他几句 谁这样 他竟然出生 我去到医院电话 我的心脏 就给你游戒 奶妈 其实 沐宇住院都是因为我 他看见有东西要砸到我 所以 用身体打在了我面前 这么危险呀 不然 对我母女俩有本 母女救你 真是该的 不然 你看这 天也晚了 你又受了伤 要不 你先回家歇着 这沐宇呀 你我的照看就是 是 是 谁在外面 夫人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看到路上有补品店 所以呢 就想着人家里买点补品 夫人你真是太可气了 夫人会去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 这个夫人你刚才在外面有 我还不知道 什么 没什么 找随口 那我去走了啊 好 林特主 帮我查一件事 夫人 其实在十五年前 你已经见过木兰黄鱼了 有这样的事 您还记得十八年前 您在八县卫生所救助过那名 患有肺病的女婴吗 有印象 那名女婴就是你 而那名女婴的母亲就是木兰 这么巧 不是 现在 这是我查我们的资料 但是您莫买那名女婴有肺病之后 便立刻让我去知乎那名女婴肺部手术的肺 可是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木兰之后 她却一口推辞了 这本身就很奇怪 按理说她女儿肺部半年那么严重 如果不及时治癌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掉出 可没想到 最后先让我往下来吧 我木兰的体检记录 没有显示她多过肺部 对 如果说肺部 患那么严重的肺部肺部痰症 体检是一定会有显示她的肺部痰症 自幼得肺病的人 是小柔 木夫人 你的意思是 不行 我夫人只是未必怀疑我的女儿 得先确定木兰的身体情 林特主 陪我去一趟医院 是 我把夫人 让你为木兰做一次全身提醒 尤其是肺部 我们要知道 木兰的国王肺部 有没有过病症结果 是 既然是江夫人要求 那我们就安排 最权威的行为专家 为木兰小姐做检查 诶 你们这需要干什么 被人需要做个体检 麻烦您让一下 这好多药医做什么体检 好多 你要看 这不是夫人当初自作 找着带领人吗 夫人怎么把他吵来了 难道我说话 夫人知道 不行 我不能做一代品 我要租车公司吗 我要租车 我说 我说 要租车公司 不算是 你不能做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为什么会在车上 你还要带我去工厂打工 放心 任死我带你去工厂 带你回家 你能伤続一下吗 提前表明了 木居的肺部从未跆皆变 除了有些有氧》》 急于一切重当 走 入城了 安 不停 人呢 人呢 你好 这病房给病人为谁帮我掉 哦 你说洛宇呀 他已经被他妈妈给带走了 他还没有恢复好 你们怎么能让他离开呢 是他妈妈秘密将他带走的 等我们发现人的时候 秘密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们只好给他办了出院手续 这不关我们的事 你一定要找 外马这么急着带走他 这件事情一定有闷情 是 现在就着手去看 所以 乌兰现在还在江家当务员 如果要查出事实的真相 一定不能打草惊愁 妈 妈 我这次考了全校第一呢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妈 您怎么这样看着我啊 你们高兴吗 小柔考了全校第一 妈妈肯定高兴啊 不过 沐宇考了多少 那个沐宇啊 还考了全校第二呢 跟我差一大截呢 妈 你都不知道 那个沐宇看成绩单的时候啊 脸色有多难看呢 沐宇这几天都在医院 她没有考试 更不会看成绩单 为什么小柔要撒谎 乌兰 这都是他们对我的陷害 我是真的冤枉的 我求你 我将你相信我 沐宇 你为什么这样抹黑我的儿女 小柔和小皓是什么品性 难道我不清楚吗 他们怎么可能会参与 老人 您真的了解你的孩子 或许 他们根本不是你想象的 难道我当初真的冤枉了沐宇 我记得 当时是奶妈只认她喜欢小浩 奶妈害她 难道是因为小柔 小柔啊 你的头发乱了 妈妈给你整理一下 好呀 妈妈 我还记得有段时间 您只要一有空啊 就帮我盘头发 您盘的头发最好看了 要是小柔喜欢的话 妈妈以后天天给你盘 不然成我女儿头发干什么 她难道要 得我女儿不累 这里面用我和小柔的头发 拿去做亲子鉴定 此时不会有秘密的姐姐 女儿离开 您放心 我已经提前给一号鉴定了你们 其间 绝不会出错 谁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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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鉴定的事 进去吧 是 夫人要去做亲子鉴定了 看来她已经开始怀疑我女儿的身份 是你先抢走的女儿 既然如此 你这个强盗就去死吧 夫人 你找我 奶奶 我今天去医院看望墓女 可是故事说 你已经把墓女带出医院了 怎么因为觉得贵就不治病呢 钱的事啊 你不用担心 故女呢 是为救我而受伤的 她的一切治疗费用啊 由我来出 夫人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老家有个亲切是个神 还救过不少的人 我爸母亲交给他肯定没事的 我还是觉得不妥 要不你还是把墓女接回来吧 夫人 我是乌女亲妈 难道我还会害她不成 再说了 我找个大夫一处很好的 而且每隔几天 我都会去看看墓女的 你就放心吧 跟踪墓兰 一定要找到墓椅的 确确位置 这是一个笑容 我们有一个人 画画了 咱们 已经 不成了 你 我 你 我 我 你在那邊 那人能跑哪去 這是夫人派來找墨宇的吧 可惜這裡 沒有人比我更熟悉這裡的地 喂是找到墨宇了嗎 抱歉夫人 奶媽像是發現了我們 他一直在躲拳 我們跟丟了人 去找他一定要找到奶媽 沐宇在他手上 夫人 鑑定結果 出來了 原來小柔真的跟我沒有血緣關係 是我的女兒 肯定是沐浴 你一定要幫我找到我的女兒 她千萬不能有事啊 你別激動 我現在就派人去找女兒 好好好 玉莊 你到底在哪兒 夫人很失望吧 你怎麼會在這兒 不然呢 不然以後我會在哪裡 發現鄉可是我從小生活的地方 你真的要被我守著 能跟蹤的腦 看來夫人已經知道真相 我問你 婦女到底是不是我的寄生女兒 是呀 夫人已經拿到證據了 那你還不相信嗎 你竟然敢騙我 你竟然讓我的女兒跟著你 受了十八年的苦 你把我的女兒還給我 我還給我 那可不行 當初可是你先帶走的女兒 要是我交出沐浴 那我女兒還能在江家享受荣華富貴 你要是不交出沐浴 我現在就抱酒 那沐浴就會在你抱着你前死去 反正她也支撐不了多久 我的女兒到底在哪兒 夫人 你要是想见你女儿 可以啊 那你现在 一个人跟我走 你最好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样 怎么感觉他们不太对见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墨运就在里边 女儿 女儿 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 妈妈来了 别怕 妈妈这就带你出去啊 夫人 本来我对你没有动个杀机 谁让你爱查东西 既然如此 就让你和墨运一起下地狱吧 奶妈 你要干什么 小姐 你怎么来了 你居然想要烧死我妈妈 你是不是疯了 小姐 你以为你是赵亚装的女儿 我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是她女儿 我不是妈妈的女儿 是怎么可能 如果我不是 那谁才是 是沐浴 沐浴才是夫人的女儿 你撒谎 你撒谎 那个香巴佬 怎么可能是江家的大小姐 女儿 是真的 你一生下来就有废病了 我为了让你活下来 就把你和墨运掉了包里 你才能在江家长大 我才是你亲身妈妈 你骗人 你撒谎 我是江家的大小姐 我才不是奶妈的女儿 女儿 我知道你想当千金大小姐 现在沐浴和夫人就在里面 只要我们 拔在外面活铁着 就再也没有人追求你的身世 你将永远是千金大小姐 小蓉 你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你要跟你的亲妈一起来害我 不 妈 我是您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害您呢 妈 妈您就把墨运放下好不好 您认我这个女儿 我才是您唯一的女儿啊 不可能 小蓉 墨运之前受了那么多的苦 我一定要恢复墨运大小姐的身份 以后好好地补偿她 那我呢 我才是千金大小姐 墨运她一个象八佬 她没有什么点替我的位置 上开 小蓉 墨运的情况很不好 我现在必须要立刻送她去医院 她情况不好 我情况就好吗 妈 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呢 你现在找到了亲生女儿 你只要甩开我吗 天地下哪有你这么狠心的母亲 女儿 夫人不是你亲生妈妈 她当然会留心 只有我 只有我 只有我才会对你好 都是因为你 才让我和我的女儿骨肉分离了十八年 之前墨运 雇引小号的事情都是你们筹划的吧 你们竟然敢这样欺负我的孩子 夫人 就这个缠终的欺负 你叫欣疼 我告诉你 平时我不给牧鱼吃饭 不给她水喝 她有病了 我还不带她看 我想着让她自生自灭死了算 没想到她秘密 竟然能拖到现在 还让你发现了真相 哎呀 我之前太善良 你真是无耻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不要当相巴了 我是江家的大小姐 我是千金 只要烧死了他们 我永远都是千金 妈 你真的要任牧鱼当女儿吗 她本来就是我的女儿 根本不需要人 这就是你们逼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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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不愿不愿快 啊 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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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柔你怎么能做傻事呢 快点把火扑毙呀 小柔 即使你不是我今生的 刚才念错了我七几年的女儿了 你怎么能受死妈妈呢 小柔 妈妈别是对我不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救她呢 女儿你要是把火扑毙了 你就不是大小姐了 你永远只有过道在木鱼桥上 那个相巴老休想顶替我的身份 是江家唯一的大小姐 真不愿是我的女儿 你的梦想和妈妈一样远大 哈哈哈哈 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你只能是我的女儿 是 我的大小姐 我永远都是你的奶妈 哈哈哈哈 墨云 墨云 你醒醒 谢谢你这么会说 小柔 小柔你快醒醒啊 墨云 小柔 啊 呀 呀 呀 女儿 妈妈出生的时候 没有保护好你 姐 我一定要保你平安 夫人 你怎么在这 你醒了 夫人 这里怎么那么大火 让他 快走 女儿 你要给我下去 夫人 夫人 有没有人 他在找我了 死了命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骑货了 快去看看火山那边 还有没有人 快快快 快快 夫人呢 他人怎么样了 你说的是跟你一起从火城住上的手褥褥了吗 他伤势兵力严重 正在接着人是急救 哎 你现在的身体也很虚弱 你需要继续输液 夫人是为了救 受伤的 我必须要去看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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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我妈 要不是你蓄意纵火 我妈怎么会现在在急救室里被抢救 我没有虚异纵火 我之前一直被关在山上 等我醒来的时候房子已经找到大伙 是福尔远远全体把我救出来的 你少撒谎吧 我妈要是知道逃生路径 我妈为什么不自己先跑 反而要先救你 因为你是我妈亲女儿啊 沐宇 你让我妈去找你 就是为了放火害她是吧 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 我什么时候让罪人 夫人来找我 事到如今你还在这狡辩 这条短信的发送人是你 沐宇 我夫人前脚挡头 后脚就遇见了大伙 你还敢说不是你纵火害她 我没有 这条短信不是我发的 我真的没有 沐宇 你该不会 是我没让你当我的家教 你怀恨在心吧 你转而去报复我妈 你要是恨我你就冲我来啊 你对我妈下手干什么 她平时带你不饱啊 你这么做 你就不怕天拿雷劈吗 沐宇 我妈要是有什么三成两道 我一定要你赔命 我把她给我抓起来 夫人身上有多少伤口 就让她赔三倍 千万雷鹅卷弄死她 要好好找我 慢慢找我 要让她生不如死 龙 龙舍长 沐宇 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害夫人 你受过了刑罚 还看你嘴我没有那么硬 我再带走 住手住手 你们不能杀害沐宇 住手住手 你们不能杀害沐宇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夫人之间特别交代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不能伤害沐宇 因为沐宇就是你了 林特叔 你可是我妈最信任的人 她要是传达了什么信息 你可一定要告诉我们呀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 不想她有什么生命危险 喜欢该说什么话 你很清楚 林特叔 我妈到底交代了什么 你倒是说完啊 对 林特叔 我们都在走着呢 夫人的意思是 有一些话要亲自对沐宇小姐说 所以要留下她的性命 沐宇这么害我妈 还要我留她一命 你确定这是我妈的原话吗 林特叔 你该不是故意要保下母啊 少爷 我跟在夫人身边已经快二十年了 从来没有违背给我夫人的意愿 这就是夫人的意思 我跟我说 林特叔的忠心我相信 既然是亚荣的意思 那我尊重他 如果亚荣平安无事 那一切都好 如果有事 你 你就去给他陪上 我妈怎么样了 我夫人怎么样了 我妈怎么样了 我夫人怎么样了 陈旧提示 病人已经脱离了身体危险 有不 吸入浓烟过多 所以打查了婚礼 请家臣们放心 她一定会先回来的 太好了 你的意思是我妈没事对吧 对她只有点虚弱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小柔 刚刚医生的话你都听到了 夫人如果写 她一定会说出真心 既然你知道我妈妈不能醒过来 接下来该怎么做你知道的吧 小姐的意思是让我对付 夫人 当然是你 难不成是我呀 那可是我妈 可在山上的时候 这小姐清楚将夫人推入火场 再说了 小姐点火的速度还挺快的 山上能跟这儿吧 山上又没有人 我下手当然可以没有鼓 可是在家里那么多女人 要是被人发现我害我妈妈 那我岂不是完蛋了 要是别人发现了我 那我也不是完蛋了 这就是你对我的母爱吗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你为我牺牲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我不是怕牺牲 我担心我一旦离开墙间 我就很难有机会接近你 我再说了 小姐也不会 你看看 你能认清局势就好 你记住 你只能是我的奶爸 但我在您心里 不是您的宝贝女孩吗 你能认清局势就好 既然您当初能因为我的病 把我换给姜家 那现在就应该为我的前途 帮我解决掉赵亚荣啊 我会让赵亚荣死 黄自身 我不清楚 你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知道 无意要害夫人 既然她身上有这个血 咱们就跟着把这个罪人做尸 一旦夫人死了 木耳座 小姐 岂不是没人恨过之一 真是妙啊 不愧是能将我身世藏十八年的女人 既然我太太醒了 就暂且饶你一条命 你们先把沐浴关押起来 等太太醒了再说 是 爸 这么做太便宜她了 她既然害了妈妈 那干脆就让她在咱们家当女佣 把脏活累活都交给她 好好折磨她 我觉得小柔提议不错 正好我还有一对脏袜子能洗 让孟女来做是最合适的 夫人借我一命 我愿意留在这里当女佣报恩 等夫人醒来 就算你当女佣 你也休想靠近我的太太 天哪 绝不能让她靠近夫人房间办法 是 住手 你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小蹄子 这是你以为我们小姐不高兴的 我们是来替小姐出气的 原来是江子柔这是以梦为门的我 是又怎么样 我警告你 就算你待在这个家里 你也给我加起一把座人 要是再敢冲撞我们小姐 下次碰在你身上 就不只是水了 就是 给我老实点 谢谢你 不必客气 夫人是我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 而你是个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人 我帮你是应该的 你是说 我是夫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她能不顾性命去救你 你以为她只是好心而已吗 你和夫人 是这个世界上羁绊最深的人 因为你就是夫人的 因为你就是夫人的 林特助 我有事找你 林特助 刚刚你跟孟宇在说什么吗 我只是看她摔倒了扶了她一把 我什么都没说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林特助 我劝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先想想你刚刚出生的女儿 你可不要为了别人的女儿 害死自己的女儿 那样可就太亏了 对不起小姐 我保证 以后绝不会动事 求您放过我女儿 可我不想再在江家看到你了 你去找爸爸 说你得了重病需要出国治疗 我明白了 我会离开江家 林特助说 我是夫人在这个世界上羁绊最深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我是夫人的女儿 啊 啊 啊 林特助说 我是夫人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最深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我是夫人的女儿 不 夫人的女儿 不明是江子柔 跟我没有任何温馨 啊 喂 你好沐宇 因为你熊猫血的血型特殊 上次你在我们医院得以获救 现在可以来我们医院 救助一下其他人吗 我是熊猫血 对啊 你的血型跟你母亲血型一样 她当时心迹给你输血 还导致你的病情加重 所以才没有继续输下去 太母妇夫人是我母亲了 不对 那为什么夫人跟我说起 我毕竟会加重呢 除非 除非我是夫人的亲生女儿 沐宇 你少做白日梦 就你这种货色 还想当我们江家习 依我看 你就是会在我们江家习我的臭吧 在我家习当中 我的推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要不然你想一想 为什么夫人在火场 那或者我先走 那是因为你在骗人 我妈根本就没有舍不救你 而那把火就是你放的 如果是我纵火的话 那为什么我也会受伤 还有 在你们折磨我的时候 林特助 为什么会出现保护我 她是夫人的心腹对不对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夫人在火场叫了我女儿 我就是她的孩子 你又骗人 你或许还不知道 我跟夫人的血型 是一样的 什么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医院查 我跟夫人都是熊猫血 而且 当天夫人给我输血之后 算成了我的病情加重 因为母亲根本就不能给女儿输血 我明白了 其实故事编的可真好 你以为你说这么多我就会信 我没有想让你相信 我只想让你去查 我不会查 我也不可能接受这件事情 哥哥 你乱叫什么 谁去你哥 哥 你不敢查对不对 你怕你知道我是你的亲妹妹 你怕你自己 曾经算计到你亲妹妹的头上 你再不是我亲妹妹 你说我把什么惊喜 那你就把亲子坚定丢到我的身上 哥 这个是我的头发 我可以说谎 但是坚定不会 臭丫头 要是敢骗我 就死定了 谢谢哥 乱叫什么 先听结果还没出来 哥 你在那干什么呢 哥 你跟沐宇说什么秘密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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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我真的不是故意洗破你袜子的 我求求你 不要让我去洗衣游室好不好 我的身上还有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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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故意洗破你袜子的 我求求你不要让我去洗衣游室好不好 我 应该到书 还要不干活 我 你原来是在折磨沐婴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好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被你看了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先走了 陸宇 你既然敢洗破我哥的袜子 那就罚你去给我妈煎药吧 你要是敢偷煎耍滑 以后就不用吃饭了 姜子呢 你为什么要一直针对你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妈一直喝这个药吗 是的少爷 这是仪隽博士给夫人开的药 妈 你不知道高高高没跟我说了什么 他说他是一个亲女孩 他觉得他肯定懂我讲证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想要尝一尝 你别怪我 我还是要尝一尝 我还有你给夫人 服下的酒碗吗 就一尝 只要再服下最后一碗 她必死不死 那这最后一碗毒药 当然就要由木女亲自带 董事长只说不让木女靠近夫人的房间 可她并没有说不让木女靠近夫人的毒药 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夫人药都是木屋 亲生女儿害死亲生母亲 这木屋以后要是知道了 她会不会疯呢 把这个放到木屋房间里去 是 那药可是夫人一会儿要服用的 你好好看 嗯 嗯 我一定会好好看着的 嗯 这是我刚刚煎好的药 行了 给我吧 你们在干什么 木屋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送药的 这个药是我刚刚煎好的 什么 你给雅荣煎药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不让木屋靠近夫人吗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不让木屋靠近夫人吗 我以为您的意思只是不许木屋进夫人房间 这煎药还是可以的 困着 你是怎么当差的 难道 这件事情都听不懂吗 你不要当管家了 我们江家请不起你这种人 你走吧 保镖 去叫医生来 我要看看这玩意儿 到底有没有毒 是 是 夫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 可不可能 不是你说了算 马爷 发现经过前世 药理确实有了 木屋 你还说你没有害雅荣 香里有毒 那药理怎么会有毒 香里有毒 怎么会 我从来没有给你嫁过任何东西 一定是有人要害夫人 事到如今 你还在嫁祸别人 木屋 分明就只有你想要害我的妈妈 我们可都是妈妈的亲人 又怎么会对妈妈不利呢 如果有人 不是夫人的亲人 跟夫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话 他会不会和他父母 好啊 看样子木屿这是知道真相了 我绝不能再让他胡言乱你 木屿 夫人对我们恩中荣山 你为什么一次在害他 你这样迷幻不灵 我好心痛呀 是我没有把你教育好 宝贝 我木屿过关起来 我不想再看到他 放开我 放开我 这木屿这么危险 要是把他再留给咱们家 我们真的会害怕 妈妈会有危险的 那你的意思是 这木屿下流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不 我们就直接去他的房间里搜一搜 要是搜出了罪证 就直接把他交到警察局 好 请你去搜木屿房间 是 老爷 这是在木屿房间找到的 老爷 这是在木屿房间找到的 老爷 这就是要往你的毒素啊 木屿 你竟敢一直在投毒 爸 快扶我爸去房间休息 爸 您放心 送木屿去检察局的事情 就交给我的 你们也都下去吧 快扶我爸去房间休息 看来 看来 你已经知道真相了 是你吓得多 你想害死夫人 然后家伙给我 这样你的身份秘密 就永远不会保护我 真不愧是学霸呀 这么快就推测出了真相了 可你知道真相又如何呢 这里 没有一个人相信你的 而你 很快就会说不出话的 你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这一百斤辣椒熬成的水 会不会 把你变成哑巴呢 真正的姜大小姐 变成哑巴 那我就替你这个哑巴来享受 就可以吧 小姐 就知道了 好 那你们就把这个凶手 先带上警车 另外 帮我雇一个律师 两个人 要去 我走 我走 走 公哥 你们别碰他 沐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两人都是血 为什么我警察要抓你 我做了鉴定 你是我妹妹 你是我亲妹妹 和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小人害你的 今天的事是不是解释她做的 话别好了没有 犯罪嫌疑人还要去警署继续调查 放屁他不是犯人 找什么只好不一头 不认识我 哥你终于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刚刚在家里 沐宇居然向妈妈投毒 但幸好被爸爸及时发现了 刚刚他没带去警察局了 有这样的事 让我也是最好的 刚刚我哥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转接沐宇 没有 大少爷是在警车离开之后才回来的 听大少爷在电话中说 他出去赛车的时候摔了一跤 所以心情不好 小姐虽然很得处 可少爷才是董事长清点的继承人们 我们得更听少爷的谎 小姐 现在沐宇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深深秘密 为了防止结外终枝 不如我们将江家的其他两个人也解决了 这样一来 江家的财产 我就会是文艺的继承人 我听闻江家财产过千亿 小姐 你要是得到江家财产 可不可以扔这个妈妈 当然可以了 只要 你把这瓶毒药弄在明天的早餐里 你就是我亲子 可是 你难道不想认回我吗 那 当然想认回 小柔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毒死点个事 我太好吃了 只要我去一趟公司 小姐 啊 怎么做事的 我不是故意的 爸 我先去处理一下 好 小姐 我帮你 毒药 这瓶子中 只有他们核心 马上就 做的不错 走 啊 爸 啊 妈 哥哥 爸 哥哥 你们怎么了 你们别吓我呀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爷爷打电话呀 爸 哥 抱歉 别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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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 爸 哥 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 爸 哥 都没有疼 neighborhoods 不要吓我 你不要吓我 可是你 不小心 把刚才你 那 你 你 以后这千亿资产啊 我们共享 妈妈 说了这么久也渴了吧 这杯水给你喝 好 小姐 有警察来了 说要调查董事长报庇一事 听说江家有人在早餐里面投毒 我们自己在调查 什么 还有人这么大胆敢向我们江家投毒 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小姐 昨天早餐不是我做的 是奶妈 她昨天非要做早餐 投毒的人肯定是 小姐 我在江家做了十八年 我对江家一直忠心耿耿 我怎么可能害董事长跟大少爷了 你一定要相信我 事到如今只能调监控了 太好了 小柔早就控制了整个别墅监控 我投毒的视频肯定不会发现 本来是你 我们江家带你可不保啊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的爸爸跟哥哥呢 是你 你想把所有罪名都给 奶妈 奶妈你怎么了 没错 没错那边水里我下了眼药 喝了糖你这字 孟良 涉嫌投毒派人 我们走一趟 一个奶妈还想跟我共享财产 做梦去吧 我现在 现在啊 这江家的资产 都是我的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姐专门帮咱们家 可以去 三十七个个上一生 快把你请假 老爷生前立过延述 在他过去之后 可是我妈妈还卧病在床呢 只要夫人还会再试一遍 大家想要采采的计则去 夫人卧病不起这段时间 所以采采的 家有董事长 深陷创立的家族机机会进行 好 我知道了 送少律师出去吧 妈妈 本来我不想把事情做这么绝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妈妈 妈妈 等你喝下了这碗药 我就会给你光光大测 陆雪 你怎么出来了 我知道了 你越狱了 我就是越狱能怎么样 我今天要是不出来 又怎么能阻止你 害死我的心声满满 你嗓子怎么好了 看来是那天的辣椒水 给你灌得不够多了 应该给你再多灌 姜思柔 你已经害得夫人躺在楼床上 即便如此 你还要给他灌下最后一碗万性毒药 你还有没有人性 你调查的都还挺清楚的 不过那要怎么样呢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是你下毒害我妈了 就算我死 也是喝了你老的氧气 那倒是软开少女吧 他们一直把你当作亲人 你用毒药毒死了 你当灵犯不会痛吗 良心是谁 你以为他们真的喜欢吗 他们只不过是因为血缘关系才不喜欢 一旦他们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人 他们都会抛弃我 莫乙都是因为你 事情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私心 你为了脱碎 你千年自己的亲生妈妈都可以理你 你灌压了他 把他丢出去 他当初既然换了我 他就不应该来找我 这一切都是他的 而你 那你 你也不应该去死了 你应该去死了 江子柔 你要是杀了你 你也会对叛刑的 我这就是杀了你 这个别墅里又没有别人 我就是杀了你就问我谁知道 你以为别墅真的没有人吗 哥哥 你们怎么还没死 我明明亲眼看着你们喝下那碗粥的 那是因为沐宇早就把一切真相告达 我们一直密切监视着你跟奶妈 在奶妈那碗粥端上来的时候就掉了包 你怎么真的可以对我好怕的下手 你太让我们寒心了 我不是故意害你们的 是沐宇 是他一直威胁我 我害怕你们不要我 我才做了那些傻事的 你别撒毫 你最害怕的是 躲不到江家的财产 胡说八道 我是爱他们的 你如果真的爱的话 又怎么会欺涉把沐宇推入国产 你的爱太虚了 好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 那我也不装了 沐宇 就算我今天完蛋了 你也要跟着我一起下定义 去死吧 去死吧你 我会 一块 我才是年的女儿 非要任目雨的话 那我也不认你配 也去死吧 你也去死吧 你怎么能帮沐宇呢 我才是你的妹妹 你早就不是我亲妹妹了 你对面只有沐宇 你也不是我的女儿 你就是个恶魔 从今以后 与我再无关系 妈 可可 我才是你们的亲人啊 就算我不是你们的亲生虎肉 我也跟你们一起生虎了十八年啊 你们怎么可以对我这么冷血 问你自己 姜子柔 你已经不配信姜了 姜子柔 涉嫌故意杀人 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干掉我 夫人 您那天实在不敢帮我等到 您才刚醒来 身体很虚弱 医生说了 您这伤得养半年呢 母亲为了孩子 什么都可以做 你到现在 都没有喊过我妈妈 是不是 还没有原谅我 不 夫人 我只是 不敢相信 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妈妈 我怕我叫了 以前又会回到原地 我怕这只是一场梦 怎么会是梦呢 小语 咱们可是血亲 你放心 大胆叫 听声结果怎么样 奶妈和姜子柔被判处无奇突刑 小语 以后 他们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 爸妈以前亏欠你的 在以后的时光里 我们会加倍的补偿你 小语 愣着干什么 快叫爸妈呀 妈 爸 我已经成立了姜雨基金会 专门帮助贫困的女孩子上学 以前爸妈没有帮助到你的事情 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女孩子 谢谢爸 一家人不说谢谢 小语 相信爸爸 你以后会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小公主 以后哥哥也会把你成立了姜雨 我们会永远爱小语 我们永远爱你 去 khi摩护化 去 实际故 小语 过去 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